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洋公園山下園區 零售飲食娛樂項目樓標 主席龐建宜認為是因為疫情 影響投資者信心 烏克蘭四個地區今天起公投 決定會併入俄羅斯 烏克蘭表明不會承認結果 聯絡國安議會討論烏克蘭局勢 王毅敦促雙方對話解決紛爭 大家好 我是麥斯文 海洋公園山下園區 零售飲食娛樂項目樓標 主席龐建宜認為是因為 第五波疫情影響投資者信心 求他們繼續做好園區工作 維持營運 到現在是自己內循環做的那百四萬 所以那個入場的次數也不是很足夠的 要怎樣再審視這個招標的問題呢 怎樣去調整整個可能是財政上 或者時間上 形式上的安排 這些都是一定要接下來考慮 我們才看看怎樣可以再做照標 但是最重要都是一定要做好 這個山下園區的工作 因為這個發展對公園是很重要的 美國聯儲局再加息四分三利 多減本港銀行亦都調高最一位利率百分之一利 供樓的每月還款額隨即增加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估計 本港樓市不會對額息下跌 美國聯儲局今年第五次加息 連續三次加四分三利 利率也都升到2008年1月以來最高 展望今年底之前會再加1.25利左右 本港多家銀行聚集上調最優惠利率百分之一利 其中匯豐 中銀香港和恆生會加到5.125利 東亞和渣打會上調到5.375利 公樓負擔亦都重了 如果單位貸款500萬 還款期30年 乘做按揭封頂是最優惠利率減2.25利 以原本最優惠利率5利去計 每個月供款20412元 加息之後供款就加到20745元 即是要供多333元 供1萬多元 都差不多200多 出少點家 現在經濟差 被人選擇工 隨時可能 如果你借一百萬就借一百多元 我覺得沒問題 千多萬層樓 如果借得多當然負擔不了 未來可能很多人會放棄層樓 本港7月樓價跌至近兩年半低位 財政司司長陳莫波形容加息速度30年來未見過 不過相信樓價不會大幅調整 金管局就提醒市民決定置業按揭和其他貸款的時候要小心評估加息風險 首先就會看樓市的情況包括價格和交投的情況 但也會看一些其他的因素包括香港經濟國際的經濟香港的失業情況 有按揭顧問提醒准買家持續加息 壓力測試要求的收入也會上升 要有更充裕的預算 最保守來說我們都預算你先加大兩厘 當你加大兩厘 加上那個價格你測試上去 其實你供得輕鬆 其實賣樓就會相對是安心很多 他建議置業人士在能力範圍內縮短還款期 減低風險 無線電視記者李卓謙報道 有些一會回來有其他消息 新聞時間 勞工署推出工商僱員復康先導計劃 建造業工人如果工商超過六星期 政府會資助提私家醫生和物理治療等等 已先導計劃為期三年 今月一日起 因為工商而患上和肌肉骨隔有關疾病的建造業工人 經個案醫生臨床評估後 確定傷患適合在計劃下接受治療 而且預期未能在六星期之內復工 已先導計劃提供康復治療 個案管理和從頭工作安排的服務 主要由政府資助 參考者只需要支付公立醫院或診所的收費 每個獲批參加先導計劃的建造業工人 會有個案經歷更進 諾地理電池生產商中創新行公開招股 集資最多136億 公司發行近2億7千萬股 一成在香港公開發售 招股價格為38至51元 每售100股 入場費約5,200元 9月28日截止 10月6日掛牌 中創新行是全球第六大動力電池公司 去年收入68億人民幣 按年增加1.4倍 利潤1億1千萬人民幣 按年增加8成半 集資索得8成是用於擴大電動車電池 和儲能系統生產 電柴理業是機勢投資者 投資1億美元 華泰國際是獨家保陷人 恆生指數最新日報18,024點 跌126點 總成交超過348億 最會約港股 騰訊控股跌6元 阿里巴巴跌1.5元 中移動升8毫 營副基金跌2 美團跌2.9元 中國海洋石油升8 油邦跌1.5元 南方恆生科技跌5,4元 恆生中國企業跌4毫 新東方在線跌3.5元 其他主要藍籌股方面 匯豐控股升1.5元 油邦跌1.5元 中移動升8毫 港交所跌2.8元 香港中環媒氣跌7 恆生科技指數報3617點 跌56點 內利股市 上證綜合指數跌26點 深淨成分指數跌174點 台灣放寬入境檢疫政策 預計下個月13日起 入境可免隔離檢疫 但要採取7天的自主防疫 並開放觀光客入境 至於大陸和港澳人士 是否同樣適用 就由陸委會決定 現時入境台灣的檢疫日數是3加4 即3天居家隔離和4天自主防疫 台灣當局宣布將會逐步放寬 由下個星期四開始 全面恢復免簽證待遇 取消入境時 在機場接受核酸檢測等等 並預計在下個月13日開始 將每個星期入境人士增加到15萬 並實施0加7 即入境後不用居家隔離 改為7天自主防疫 期間需要住在有獨立廁所的房間內 一人一房 持有兩日之內快速檢測 陰性結果可以外出 盡量避免接觸重症高風險對象 可以出去吃飯 但離開座位時和用餐後 要立即戴上口罩 較現在的自主防疫規定 不可以堂食更為寬鬆 另外到時候也會取消旅行團出團禁令 和開放棉簽證地區人士入境 至於非棉簽證的地區 亦都可以用社會訪問 和觀光為理由申請簽證 至於大陸和港澳居民 能不能同樣可以0加7入境 疫情指揮中心說 執行細節要由陸委會決定 陸委會就說下個星期四開始 四類人士可以申請入境 包括到台灣探親 奔喪的大陸和港澳人士等等 未來會根據疫情 和兩岸互動情況的最新發展 逐步調整入境管制 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榮報道 文匯播報道 香港目前估計大約有80萬個萬性腎病患者 約半數末期腎病患者由糖尿病引起 工聯會發表社區糖尿腎西茶計劃中期結果 發現糖尿病年期越長 出現更高萬性腎病風險 工聯會建議為所有高風險人士提供尿膽白篩查 達至早發現、早治療 減少惡化至末期腎病 而需要洗腎換腎的機會 加快將有臨床實證的藥物 應用至治療萬性腎病 並在地區康健中心 或以公司迎合作模式 加強基層醫療萬性腎病篩查 東方日報報道 東沖河河谷生物多養性非常豐富 有環團昨日公布最新調查 首次在大嶼山發現中國特有的大倫奇蝦虎魚 那種魚過往只是紀錄劑飾在珠江口一帶的水域 而且在中國脊椎動物紅色名錄中列為異藝 環團形容上述的發現令人欣喜 然而東沖河下游普遍受到污染 水質持續偏差 希望當國家強服辱防止生態環境退化 努工廠推出計劃 建造業工人若工薪超過六星期 政府會資助提斯加醫生及物理治療 海洋公園山下園區零售飲食娛樂項目流標 主席旁建議認為是因為疫情影響投資者信心 美國列根號航母戰鬥群抵達南韓庫山海軍基地 各位我是葉子華 勞工廠推出工商僱員復康先導計劃 建造業工人若工商超過六星期 政府會資助提斯加醫生及物理治療等 先導計劃為期三年 今個月一日起 因工商而患上與肌肉骨隔有關疾病的建造業工人 經個案醫生臨床評估後 確定傷患適合在計劃下接受治療 而且預期未能在六星期內復工 先導計劃提供復康治療、個案管理 以及重頭工作安排的服務 主要由政府資助 參加者只需要支付公立醫院或診所的收費 每名獲批參加先導計劃的建造業工人 會有個案經理更進 海洋公園山下園區零售飲食娛樂項目流標 主席龐建議認為是因為第五波疫情影響投資者信心 強調繼續做好園區工作維持營運 這個疫情的嚴重性是令到他們可能 如果他們做開餐飲零售的 他們又可能見到那個營運也都有一些問題 又或者可能租金那方面又有一些下調的壓力 也都看到甚至乎他們的店舖可能是空了出來 大家對這個通關遊客有一定的想法 無奈我們的公園由以前的高位400萬 到現在是自己內循環做的那140萬 所以那個入場的次數也不是很足夠的 要怎樣再審視這個招標的問題呢 怎樣去調整整個可能是財政上 或者時間上 形式上的安排 這些都是一定要接下來要考慮 我們再看看怎樣去再做的招標 但是最重要都是一定要做好山下園區的工作 因為這個發展對公園是很重要的 隨著確診人數由高峰回落 醫管局指證調動資源逐步回復公立醫院正常服務 義務衛生局局長勞廠茂說 當服務回復到八成 就有更多空間放寬入境防疫政策 即將踏入冬季流感高峰期 義務衛生局局長勞崇茂 常秘陳松青 衛生處處長林文健等官員 齊齊響應同時打新冠和流感疫苗 左手先打流感針 打針也沒那麼快 三分鐘之後 右手打新冠疫苗 過去兩年多 因為我們對新冠疫情的一些 社交客來的隨時包括口罩 我們的流感的活躍程度是很低的 市民對流感的免疫力 是大幅下降了 所以隨著社會的復償 確實在冬季的時候 新一波的冬季流感是令我們擔心的 衛生處下個月初展開冬季流感接種計劃 採救了超過100萬劑流感針 50歲以上的人下個月起 可以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同時打兩款針 外界通關呼聲日高 盧總茂說當公立醫院服務回復到八成 會有更多的空間放寬入境檢疫政策 任何的方案我們都會考慮 無論你說的零加三或零加零 這一波Omicron的疫情 年初和下季的很大的分別 我們能夠在這個時間上 疫情不會像海嘯式那樣大規模的上升 我們的醫療系統能夠維持服務 其實疫苗接種是功不可沒的 大家如果希望想加快速度去復償 其實疫苗接種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她說適當時會公佈放寬入境檢疫的措施 無線電視機者何曼君報導 醫管局今年內開始 將安排大灣區的內地醫生、中醫、護理專科人員 和放射技師來香港 協助本港供應醫療系統 和加強本地中醫培訓 本港醫療人手長期緊張 醫管局說本地人才流失率仍然高企 直至上個月 過去一年已經流失大約500名醫生 即是8.3% 而護士就每10個走1個 一年間少了大約2700個人 為了舒緩情況 醫管局公佈四項大灣區計劃 和內地公營醫療機構合作 包括借料當地的醫生來到香港 目前已經密識到8名專科醫生 未來兩年也會招募300名內地護士 和放射診斷師等來到香港 在公營醫療系統進行交流 而為了加強本港中西醫協助 醫管局最快下個月 邀請三名內地資深中醫來到香港 在指定的公立醫院作臨床診療 教學和科研相關工作 因為內地在這方面 是走在香港前面的 他們甚至很多醫生 是具有中醫和西醫的雙重之力的 我們只是請三位專家來 他們來的目的不是和香港中醫搶飯碗 一定不會 他們只是在香港做一個指導性的工作 培訓 當岳華今次借調來香港的醫護 會留在香港10個月至到一年 又說期間發生任何制任問題 都會由醫管局負責 無線電視記者吳嘉軒在這裏 明報寫評 多個醫生涉嫌濫發新冠疫苗 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被警方拘捕 涉及的免針指數目成千上萬 有時說醫生一日動一點就發出過 百張的免針指 每張免針指收費由幾百到幾千元不等 更是謀取暴利 當局必須嚴肅跟進事件 嚴懲為利試圖西德醫生意境效由 雙報寫評 美國加息、疫情持續、俄灰戰爭等的負面因素 不是突然出現的 實際上已經持續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這樣為特區政府採取逆周期措施 減少經濟震盪提供了窗口期 我們思考的不只是防止最壞的情況發生 還要慘如何創造復甦動力 引入新經濟動能 以對沖多種負面因素所帶來的影響 大公報石平 今年來香港整體住宅樓價只是回落6% 可見市場剛性需求強勁 不過當時環球股會債風暴越演越烈 隨時出現意想不到的金融黑天鵝事件 因此即使香港住宅樓價不如大跌 但在全球經濟持續下行 利率足底回升 住宅供應穩步增加的世下 經歷十幾年大牛市的香港樓市 恐怕會進入下行週期 職業者要有心理準備 回到新聞時間 據外電報道 匯豐控股在倫敦財源 Financial News引述消息人士報道 匯控過去幾個星期 財減英國的全球銀行部門員工 當中包括副總裁和董事總經理 今個月初 匯控因為中國債券市場交易量大跌 財減負責中國債市的員工 當中包括兩名副總裁 匯控早在2020年2月 已公布削減成本計劃 接著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恆生指數最新報17965點 跌182點 總成交超過391億 看看最活躍股分表現 騰訊控股跌7元 阿里巴巴跌1.5元 凝副基金跌1.9元 中移動升6號 美團跌3.9元 中國海洋石有升8仙 有幫保險跌3號 恆生中國企業跌6.6元 南方恆生科技跌7仙 新東方在線跌6元 再看看其他主要藍籌股表現 匯豐控股升2號 有幫保險跌2.5元 中移動升6.5元 港交所跌3.4元 香港中華煤氣跌8仙 恆生科技指數報3597點 跌76點 內地股市方面 上證綜合指數跌33點 深淨成分指數跌196點 回到本港 陸續有新樓盤宣佈延期交流 涉及近1萬個單位 令不少賣家失去預算 有測量師認為 除了疫情緣故 也都反映工程界一直面對的困難 發展商表示 因為天氣惡劣影響工程進度 總計今年以來 全香港已經有最少9個新盤 宣佈延遲交流的關鍵日期 涉及接近9900伙 情況最嚴重的屋苑 更加要押後一年 去到2025年才入伙 雖延遲交流成為了新常態 但現行制度之下 發展商如果以疫情作為理由 向地政總署申請酌情安排 買家就不能追究賠償 或者取消交易 政府的工程合約 都視這個疫情 可以是一個延期的理由 做了一次延期 但在下一段時間 發覺有另一種的左延 似乎又沒有一個 次數的限制 他又說除了疫情 近年建築界缺乏人手 加上越來越多住宅項目 需要負責起公共設施 都拖慢了工程進度 熟練工人是短缺的 當然政府也希望所謂 用一個組裝合成法去建屋 例如天橋 甚至公共設施 幾個部門都沒有中央協調機制 其實這是很廢時失事的 學者批評 個別發展商安排不當 在原定交流日期的前一天 才通知買家延期 令到他們大失預算 最大影響是什麼呢 就是未上會 即是未開始供款 做建築期付款那些 現在好像樓市有些下行的話 要鼓足樓價去做上會 可能這裡會有落差 即是我們估值上面的風險 你一天未做按揭 你都未知你的按揭批出沒有 他就呼籲發展商秉持合約精神 加強和買家溝通 避免再有不必要的糾紛 無線電視記者 赴廣傳報導 稍後回來有另一節新聞